大家好,我是麦子 两周不见为啥呢 因为麦子全家又扬了一遍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休息了好几天 现在说话也中气十足了 就开始复工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与初夏十分契合 口味清爽的美味料理 凝香番茄烤虾 看起来是逼格满满 但其实做起来很简单哦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我们可以找个悠闲的时间 来准备一些拌干番茄 把去地洗净的小番茄对半切开 整齐的放入烤盘 送进预热到120度的烤箱 烤两个半小时 失去水分的番茄,味道被浓缩 还增添了一丝烤制过的独特风味 可以应用在各种炖烤料理中 增加酸甜的风味 我们一次性多做一些 分装冷冻后可以保存好几个月 也可以像我一样 用橄榄油浸泡 做成油浸拌干番茄 用来搭配烤制的吐司 也非常的美味 接下来我们准备其他食材 蒜头压扁后切成蒜末 柠檬切成半圆片 切少许欧芹碎 再把虾剪去虾须虾腔后洗净 虾尽量不要挑太大只的 这样比较容易入味 下面开始料理啦 这次我们用纸包的方法 不用开火不用洗过 非常的简单方便 烘焙纸叠成双层 防止在制作的过程中破损 流失水分 依次放入虾 撒上蒜末 加入做好的油浸拌干小番茄 再给点柠檬片 撒入盐和黑胡椒调味 接下来我们把烘焙纸 像卷糖果纸一样卷起 扒开一个小缝 加入白酒和橄榄油 纸包是很方便的烹调方法 不止可以烤虾 也可以烤鱼烤蘑菇和根茎类的蔬菜 烘焙纸包起后 食材的水分不易流失 会有类似半蒸烤的效果 不干不柴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哦 用180度烤制15-17分钟 就可以装盘了 放几片柠檬撒点欧芹 装点一下 再抹点黑胡椒粉在表面 一道充满了地中海风情 口感鲜嫩至水充盈的 凝香番茄烤虾完成 复合着番茄柠檬酸酸甜甜的风味 非常的清爽开胃 喜欢的话请点赞收藏关注哦 我是麦子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